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2期 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30天 一位犹太人说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 三年一死四五亿人 警察说看看我们这里就知道 海外学员正发修炼活动简报 邪恶的药物迫害 与人体实验仍在持续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修炼原地 时事评论 从正月初一五万人雍和宫上乡说开去 文化频道 茶余夜话 心疼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海外综合 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30天 李洪志师傅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 于今年1月20号 美东时间晚时时序发表后 至2月19号发稿截止时 将满30天 自2000年1月19日 师傅照片静观世间开始 李洪志师傅在明慧网发表的短文 长篇讲法和和词等 共计229篇 其中 为什么会有人类 是最新的一篇 从关注度看 已一月成为迄今为止 所有新经文受关注度的前第16名 位居关注度第一位的是 2015年5月发表的论语 法轮大法的经文 理白严白 内涵深奥 并非信息爆炸时代 人们日常所沉溺的题材 因此从 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 所受的关注 足以管窥此文 不同以往的读者幅度 和震撼效应 一名新加坡读者的姐姐 1998年底 曾开始修炼法轮功 转年的7月 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 她听信谎言 放弃了修炼 还时常说些不敬之言 此次在电话中 为她阅读此文 她静静听完 并回答说 听明白了 要做好人 明慧王 神仙出山 谢圣王一文中的神仙表示 我们修了几千年了 终于明白了 解谜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全文2600多字 但信息量很大 每位读者阅后 无论得到多少 都是很大的福果善缘 下面摘录几句 你想尚未阅读全文的朋友 苦能消罪业是一定的 痛苦与矛盾中 人还能保持善良 就会积功德 从而生命得到提升 幕后已到 三界天门已开 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 一切乱想都是神在最后安排的 目的是考验众生能否得救度 同时苦也能在这过程中消罪业 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 因果报应 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 人生在世多积福德 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 自己回天之路才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 关于关注度 明慧网中文版的关注度 是体现读者关注的计量 而非实际访问量 主要原因是 其一 近24年来 中共针对法轮功封锁网络 众多中国大陆法轮功学院 无法直接访问 其次 编辑部为大陆同修提供了 一键下载全日文章的安全服务 这部分访问量无法正常记录 第三 迫害环境下 很多大陆读者不懂 不敢突破网络封锁 依靠大陆法轮功学院志愿 自费兴办的资料点 才能获得明慧网信息 为了大陆义工的安全 编辑部对大陆印刷品的发行量不统计 简言之 到目前为止只有关注度 也就是不分访问量 下面是一篇发表在明慧网上的文章 题目是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 请听明慧文章 题目是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 作者 袁冰 美国 编者案 神迹不是没有 而是发生之后 不信神的人总会刻意抹去有关的记录 而当事人和见证人 也渐渐淡忘和被淡忘了 古今中外如此 无神论更让人不愿相信神迹的存在 所幸 在神迹发生的时代 明慧网发表了众多的第一手记录 这些重要的历史见证 未来可能被人视为神话 但我们仍希望后人将这些珍贵记录忠实地保留下来 无论是否理解 是否符合个人的观念 神迹的展现与不展现 都是神的慈悲 都是对人有益的 美东时间2023年1月20日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授权大纪元发表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 此文开头写道 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 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 为此众神佛 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 句句天机 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 再给人得救的机会 李洪志大师的这段话 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件与他有关的往事 这件事建于明慧网2015年11月6日刊登的 《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5》一文中 作者是一位大连法轮功学员 曾先后参加过李大师 1994年3月27日和7月1日在该市举办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传法班 文中记说道 李洪志大师来大连举办第二次传法班时 严令当地学员不准安排他住高档酒店 谁拿钱也不行 只能安排到出差人住的一般的小旅馆 武汉宾馆 就在这次传法班期间 一天 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来电话 说有法国人从国外专程来中国 要求见李洪志大师 李大师说 我知道他们是来给孩子治病的 告诉他们去找别的气功师吧 可电话又来了 说务必要见 并已准备出发了 李大师听后说了一声 来就来吧 有缘来就见见吧 来客一共四人 包括两位法国人 两位中国人 作者领着他们到了武汉宾馆 在李洪志大师的房间安排见面 因设备简陋 在屋里只好请他们坐在床上 作者和别的学员站在门边 李洪志大师问道 说说吧 什么事 翻译先介绍了两位法国人的身份 原来他俩是父子 犹太人 入籍法国 有大集团的产业 那父亲先开口说 我们是犹太人 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非常危险 有末节之灾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 能救法国人 能救犹太人 我们考察了很久 我们知道那就是您 中国的气功大师 李洪志先生 于是我们来求见您 他单刀直入 说出来这样一番话 他接着说 我们的神 让我们来请您去法国 去救救欧洲吧 您去法国的一切手续费用 我们全权负责 那祈求的语气和表情 让在场的作者好感动 李洪志大师很亲切地说 你们知道你们几个人 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 功德无量啊 还有其他的事也说说吧 那年轻的法国人 接着话题讲述起来 原来他有个七八岁的儿子 天生大脑迟钝 不会说话 不能自由行动 流口水 在多少个国家到处求医无果 希望李大师救治 李大师说 把他的照片给我看看 法国客人回答说 我们没带照片 但有录像带 作者立即跑到服务台 结果因为宾馆档次不高 没有录像机可借用 李大师说 不要紧 你们现在开始想孩子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李大师又说 想得再清楚一些 作者回忆说 就只见师父用双手 在床前画了一个人形 眼睛盯着看了一会儿 之后 师父定定地看着 说 我看是好了 那边应该在这个时间段有反应 你们去打个电话问问 作者又赶忙跑去服务台 结果这家宾馆竟然没有开通国际长途 法国客人说 不要紧 我们回宾馆再打 再说 现在巴黎是早晨四点多 太早了点 他们要离去了 李大师说 来 我让你们体验一下法轮 你们把手伸出来 接着 李大师凌空向着他们的方向 用右手画了圈圈 过了大约十分钟 问他们有没有感觉 那位父亲说 一股力量从手心涌进身体 非常强烈 而且很热 问起儿子 他说 我全身震动 力量很大 手最厉害 都十五分钟了 还放不下来 过了三个小时 作者在自己家里 接到翻译的电话 他哽咽着说 刚刚给法国去了电话 他太太便说 你怎么才来电话 四点多钟时 我突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振醒 房间里非常光亮 我想到 是不是我家先生 找到了中国的那位气功大师 他给发工了 孩子怎么样了 我马上跑到孩子的房间 一进门 看见孩子在床上坐起来 见我进来 就开口问道 妈妈 我怎么了 发音清楚准确 从来没有过的事 他太太抱起孩子 激动得痛哭失声 他一直等候着他来电话 李老师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听到这里 作者的泪水 也经不住的滚滚流下 翻译又说 他们想晚上 同李老师见见面 急着明天 就想赶回法国 于是当天晚上 作者安排了一家饭店 请法国一行四人 同李大师一起就餐 听他们讲了打电话的过程 自然又是一番感谢和激动 边吃边谈 又一次敲定了 请李大师去法国的事 席间作者用相机 照了几张相 照片洗出来 只见墙面上 有许多作者 看不清的影像 李大师说 来了许多神 他们的犹太神也来了 你知道犹太神是谁吗 就是你们知道的 诺查丹玛斯 四百多年前的 诺氏预言 兑现了百分之九十九 他就是来告诫人们 会有大劫难 所以 他最后的那个 人类毁灭的预言 人们就会相信 这个灾难定下来是真有的 但我来传法 就不能按原来的安排走 我会给变的 那个大劫难不会存在了 但坏人会被清理的 人死的太多了 相当可怕的 重温这篇 大连法轮功学员的回忆 我印象最深的是 那位法国父亲的话 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 非常危险 有末节之灾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 能救法国人 能救犹太人 我们的神让我们来请您去法国 去救救欧洲吧 读完这段话 回头再想想 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所说的 过年本应讲几句 大家喜欢听的年话 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 为此众神佛要求我 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 聚聚天机 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 再给人得救的机会 李洪志大师的话可谓真实不虚 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啊 接下来请听明慧网的一篇报道 题目是 三年一死四五亿人 警察说 看看我们这里就知道 请听明慧网报道 题目是 三年一死四五亿人 警察说 看看我们这里就知道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2月18日 2022年底 中共病毒 新冠病毒 新一轮疫情大爆发期间 山东的一位警察 在接到海外退党义工的电话时 呼救说 我们这里一村一村的死 请救救他们 针对三年一死四五亿人 他说 我相信 看看我们这里一死多少人就知道了 这位警察 本文我们称之为陈元 接到海外张女士的真相电话 听明真相后 她同意退党 当张女士问 你家人怎么样 你也去跟他们说退了吧 陈元哽咽着说 都死了 他们都在某镇的农村里 那个镇有十几个村 一家一家的死 一村一村的死 前几天 我看到当地的一个报告说 近几天就死了四千五百人 现在天天还在不停的死 请救救他们吧 张女士着急地说 你赶快把你父老乡亲的电话给我 我给他们自救的方法 陈元说 好的 我有的是电话 但就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他接着就开始读电话给张女士 张女士告诉陈元 刚开始武汉隐瞒疫情时 我电话打到附近郊区的一位村长 从他那得知 封门 封户 就是把门窗都用木板条定死 他说他太太染疫了 过两天如果死了 这八口人就不许出 有可能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死 张女士还说 我告诉村长做三退 和念九字真言的自救秘诀后 村长激动地说 大姐 我现在就剩你这根稻草了 你说啥我都听 全家三退后 村长的太太因为病重 一开始念不出来 他们就一家大小站在村长太太跟前 一起念了二十多分钟 慢慢的 他一边哭 一边念 就念出来了 一声比一声高 这个秘诀真的让很多的人活过来了 你看看 怎么把这个信息 赶快告诉家里人 去救你们的父老乡亲 陈元说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再找一些电话给你 接着 陈元安静地听了张女士给他读 李洪志师傅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 还跟他讲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 中国疫情三年多来 已经死亡了四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时 会死五亿人 他说 我信 看我们这里这样的死 就知道了 当张女士提到 因拒绝放弃修炼 坚持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 甚至被活摘器官的迫害事实时 陈元说 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救人 我跟你揭露一些内部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我们这儿有两个女警察 特别的变态 他们用非常阴毒的手法折磨女法轮功学员 我把他们的电话和名字给你 劝他们不要做这样的事了 昨天他们才又抓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回来 陈元说 这两个女警察 比男警察还变态 做一些残暴的性虐待行为 他们把女法轮功学员的衣服脱光 把双手用手铐 靠在窗户的栏杆上面 然后用电棍去电击他们的乳房和阴道 他揭露道 要不把他们的四肢绑在床上 像个大字一样 然后把振动器 长度十几厘米 直径大约两厘米 就插到女学员的阴道里面 一振就好几个小时 他们还到处传扬 他们是学了明朝十大酷刑什么书的 本身也是女的 就干这缺德事 陈元说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警察这么变态 还是人吗 你跟他们讲讲吧 停止作恶 对他们好 也可让法轮功学员出去救更多人 他还说 我还会打听更多的号码 然后给你 我不能去讲 就拜托您了 陈元还揭露了当地一个善良村民 因救人被关入精神病院 迫害致奄奄一息的案件 他说 某镇某村的A村民 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 他看人死的太多了 也跟着做法轮功学员做的事 贴横幅 劝三退 也被抓了 后来还关到精神病院 还给他打毒针 在里面的时候 用了十几样酷刑折磨他 强迫他服用大量精神病的药物 捆绑 毒打 镣铐 什么招都有 快死了才放出去 现在在家里快不行了 陈元说 救这个人的事件 救牵扯了很多人 村民举报 警察抓捕 精神病院折磨 牵扯作恶的人多了 至少也有一百多个 他说 他想救那些村民 那些村民却举报他 现在的人都不知好歹了 张女士告诉陈元 疫情之初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2020年3月19日 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听到这里 陈元说 我想起来了 我再告诉你几个警察的号码好吗 你帮他们退党 也救救他们 我只是想少死点人 另外 我在派出所工作了很多年 还认识一些记者 他们的电话 我也都给你 希望他们也能清醒过来 谈话中陈元说 你还得救救我的同学 他是派出所所长 他可是迫害法轮功的铁杆啊 他最近有点动摇了 开始有点想悔改的意思了 因为他的孩子得绝症了 他说 我这个同学是老年得子 有一个女儿 他妻子是高龄产妇 生下来后就男产死了 现在18岁的女儿得了癌症 在肿瘤医院 天天痛得要死要活的 有一天痛了一个晚上 他哭着跟他爸说 你干脆叫你的手下打死我吧 不想活了 张女士说 你把她的电话给我吧 我希望她能回头试案 女儿还有活的可能 下面请听 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德国莱因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 2月11号 在曼海姆闹市区 举办了讲真相活动 向当地民众传递真善人精神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并争迁制止迫害 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女士 告诉学员 感谢你们今天站在这里 从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希望 他鼓励学员要经常 举办这样的活动 坚持到底 迫害终将会被制止 曼海姆是一座大学城 许多市民纷纷签名 支持法轮功学员犯迫害 人们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 及践踏人权的行径 表示震惊和痛心 鼓励学员要坚持不懈 水滴石川 迫害最终将被制止 斯特贝尔女士得知 法轮功的精神理念是真善人 她表示认同 她说 这个原则适合所有人 人们应该遵循真善人做人 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代表 1月26日到罗马 意大利总统府 递交了请愿签名表 呼吁意大利政府要求 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 停止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 以及允许国际器官活摘调查 同时敦促意大利政府 强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 对中共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 展开国际调查 意大利参议院议员 罗布托·皮兰 对法轮功学员代表说 中共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绝对是既定的 严重的和暴力的 它剥夺了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 所赋予中国人的权利 因此意大利政府和议会 应采取明确的立场 包括在中国和世界上 修炼这种功法的人 这非常重要 意大利前国会议员 欧洲禁止酷刑委员会 意大利代表 伊丽莎白·赞帕鲁蒂女士 对法轮功学员代表说 我们的国家意大利 以暂停死刑而闻名于世 我们有责任在各种场合 制止共产党政权 强行摘取法轮功良心犯 器官的暴行 从这些以真善人为原则的 修炼者身上 摘取的每一个器官 都是对整个人类社会 所施加的前所未有的暴力 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学员 于2月9号至11号 在云林斗六环球科技大学 举办为期三天的交流营 在学法中 青年学子均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洗涤人心 让自己找回修炼如初 此前2月3号至5号 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云林科技大学 举行第13届明慧东令营 约81位年龄从4岁到12岁的大法小弟子 和30余位家长参加 台湾桃园内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2月11号在一所地区的高中校园 举办集体禅练 练完功后 学员们一起攻读李洪志师傅的经文 以及交流彼此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修与练的体会 以此拉开美好一天的序幕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 邪恶的药物迫害与人体实验仍在持续 好人被投毒 与囚禁精神病院的时代应立即结束 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 和清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室已不复存在 而中共对法轮功学院 用药物迫害与做人体实验的罪恶 造成治疯 治残 治死的事件大量 广泛且持久 残忍程度令人震惊 却至今依然不被民众广泛知晓 一提中共 不明真相的既得利益者 就因舆论宣传所获 说中共是好的 如果提起中共历次运动 三反 五反 反右 文革等 害死八千万中国同胞 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有人又说 那些都过去了 中共现在在变好 中共真能变好吗 还是既得利益者昧着良心 不看真相呢 第一部分 令人发指的药物摧残 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1年12月27号 至少有865名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 曾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 并布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 还有许多监狱 劳教所 看守所 直接参与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 投赌与人体实验 有的被药物迫害长达10余年 大量原本身体健康 思维敏捷的法轮功学员 因投赌 被摧残至单傻 巅峰 内脏损伤 治残 治死 这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事实真相 又带更多人 勇于站出来揭露 实施的药物 包括冬眠灵 冬眠一号 健忘药 妮魂药 毒品 春药 绿氮瓶 舒碧利 饼物酸钠 沙丁饼醇 福丁乙醇 福沙饼醇 沙丁乙醇 和其他不明药物等等 被破坏中枢神经的 不明药物迫害后 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罚困无力 言行迟缓 胸闷气慌 记忆力迅速下降 更甚者 丧失正常思维能力 生理失调 昏睡不起 痴呆 思维错乱 狂躁 精神崩溃等 有的药物直接伤及内脏各器官 使人痛苦异常 弯心的难受 满地打滚 浑身抽筋 五脏六腑一起向外涌 心跳加速到极点 胸腹肿胀 器官衰竭 拼命撞墙撞头 生不如死 中共投毒的手段 不仅残酷 而且邪恶 杀人不见血 这是中共强迫转化 与虐杀封口 掩盖酷刑黑幕的 另一种手段 大连时法轮功学员 丁振芳 在马三家教养院 辽宁女子监狱 遭受了几十种哭刑 多次生命垂危 辽宁女子监狱 担心她出去后 揭露教养院与监狱的黑暗 为了让她闭口不言 就在她离开监狱之前 给她注射了不明药物 丁振芳 在要回家的前夕 被毒死在辽宁女子监狱 山东省平度市的610洗脑班里 公安警察把法轮功学员 张富珍强行按道 呈大子行 长时间绑在床上 大小便都在床上 据目击者说 警察将张富珍的衣服扒光 头发剃光 折磨 侮辱她 而后 强行给她打了一种毒针 不知什么名 打上后 张富珍痛苦的 就像疯了一样 直到她在床上 痛苦的挣扎着死去 整个过程 610的大小官员 都在场观看 第二部分 成都新金洗脑班的罪恶 邪恶的药物行凶与毒杀 新金洗脑班 对外谎称法治教育中心 位于四川成都市新金县花桥镇 通过精神折磨 恐吓 心理暗示 暴力 药物迫害 虐杀 而不留痕迹等各种方法 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以直接造成至少7人被虐杀 至少5人是被毒药毒杀 多人被迫害致残 致疯 谢德青 男 69岁 四川省成都 勘测设计研究院 并退职工 2009年4月29日上午 谢德青夫妇在四川省成都 高新区法院外被绑架 并被劫持到新金洗脑班 短短20多天后 身体健康 红光满面的谢德青 被迫害的骨瘦如柴 不成人样 小便失禁 滴水难验 并伴有严重的心脚痛 回家四天内 谢德青老人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昏迷中手按住心脏部位 艰难的辗转身影 痛苦万壮 如内脏在撕裂 5月27日晚含冤去世 老人离世时 双手变黑 遗体也逐渐变黑 呈现毒发状态 刘生乐 女53岁 驻成都市新都区 2003年4月5日下午散步时被绑架 15天后被劫持到薪金洗脑办 刘生乐在家人被逼交1000元罚款后 于5月23日被劫回家时的情景惨不忍睹 赤脚 头肿 胸部轻子 腹部肿大 口吐白沫 全身疼痛 整天用手按着腹部 与谢德青症状相似 刘生乐回家仅三天 便于5月26日上午死亡 陈金华 原温江区和胜镇赴镇长 2010年5月28日被绑架至薪金洗脑班 陈金华在家身体健康 洗脑班却在第二天就强行将陈按住给其输液 一瓶钥匙还没有输完 陈金华就气紧气喘 呼吸困难就没输了 次日还要强输 陈极力反抗坚决不输 同时呼吸困难越来越严重 喘气不赢 喉咙极度嘶哑 说不出话来 目光带滞 生活不能自理 陈回家后 人们看到陈金华神色很不正常 因篇幅有限 本文此处其他十个案例省略 第三部分 中共监狱 劳教所 看守所 参与药物迫害与人体实验 案例一 山东十八岁少女郭雪莲 被不明药物摧残至精神失常 郭雪莲女 1982年出生 山东围方昌玉市张灵镇 郭家上团村人 她从小聪明伶俐 纯真可爱 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在学校里 很是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 1998年 她看到父母及身边的人 雪莲法轮功 身心授业很大 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 2000年10月 雪莲去北京上访 当时 北京大法弟子赵新 被北京警察迫害的生命垂危 雪莲就与其他工友 一起照顾赵新 赵新于2000年12月11号含冤离事后 雪莲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 告诉人们赵新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不久 雪莲被抓 押送到北京大兴县 新安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在劳教所 因不看污蔑法轮大法的电视 喊 法轮大法好 雪莲被多名警察 扑倒在地包打 恶警赵磊 白某某等将她绑起来 用四根电棍同时电她 她头顶有两处 被电棍电破出血 伤口化浓 长达两年时间才愈合 后来 恶警给郭雪莲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又在她的饭里放入不知名的药片 投毒几个月后 郭雪莲精神失常了 当她父亲被通知去接雪莲 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 郭雪莲面无表情 两眼直直的 眼珠不转 目光呆滞 脚腕肿得很粗 可能是带脚料袋的 路上郭雪莲一直暮呆呆地不说话 可能被打了安定针 可回家后 只一顿饭的功夫 她就发作了 知情的村林都哀叹 好好的一个孩子 被坏人糟蹋成这样 真是可怜哪 这是什么世道啊 案例二 三十三岁海龙江农民居亚军 遭药物迫害 回家不到两天死亡 黑龙江省阿城市育犬镇普通农民居亚军 男三十三岁 身体非常健康 为人忠厚老实 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人 只因她坚信真善忍 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常林子老教所 大约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一号下午 她被抬进常林子监狱卫生院 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从此居亚军头抬不起来 神志不清 嘴张得很大 大口大口地喘气 说话艰难 并用手不停地指着手臂说 打针了 打针了 劳教所为逃脱罪责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号送她回家 到家不到两天 就含冤离开人世 案例三 三十六岁的林凤 被药物迫害至甚坏死 回家两月后身亡 林凤 女 三十六岁 家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五凤镇四村九祖 二零零二年腊月三十号 林凤在顺庆区马士铺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徒绑架 非法劳教三年 关押在四川成都龙泉义女子劳教所 林凤因不放弃信仰 坚持练功 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导致甚坏死 甚至昏迷 全身浮肿 经常不幸人事 二零零零五年五月十八号 林凤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 劳教所将其送回南充市 林凤尝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有时醒来说 我没有病 是被他们迫害成这个样子的 他还揭露 四川成都龙泉义女子劳教所 是邪恶的黑窝 他们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拽着在地上绕圆圈 衣服都磨烂了 拖得法轮功学员 劈开肉绽 鲜血直流 不幸人事 林凤于2005年7月26号早晨 韩渊丽氏 年仅36岁 因篇幅缘故 本文此处其余七个案例省略 迫害者 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等 毫不掩盖的宣称 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 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 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 重庆四川监狱医院人员 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叫嚣 人体试验又三样 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 是上面的知识 只有在中共暴政统治下的中国 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 才会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迫害 第四部分 利用精神病院药物摧残的罪恶 广泛而持久 第一 典型案例 王东梅 女三十多岁 河北省衡水市五亿县 某阵教师 2001年 她在当地试洗脑班 被强制洗脑迫害 之后又被送石家庄劳教所 五大队非法劳教 她受尽了苦心折磨和精神摧残 被上绳 电棍电 不让睡觉 长期隔离等 警察利用各种手段 都不能逼迫她 背叛法轮功信仰 就把她强行送精神病院 进行药物璀残 王东梅 保外就医回家时 精神恍惚 痴呆 行动迟缓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王东梅 长期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于2004年3月12日 落入水塘丧生 林铁梅 33岁 广西法轮功学员 女研究生 2005年12月8日 被广西女子劳教所 和付退军人医院 精神病院杀害 2005年11月25日 林铁梅家人 到精神病院 要求见人 遭到拒绝 12月8日 林铁梅即在医院 被迫害致死 据医院处据的死亡报告单 声称猝死 家属拒绝签字活话 事后 医院不敢面对 记者的采访 苏刚 32岁 山东省奇鲁石化法轮功学员 电脑工程师 2000年5月23日 他被警察和他任职的奇鲁石化公司 在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的情况下 送进微房昌乐精神病院 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每天强行注射大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经过九天精神病院的摧残 苏刚被交给其父 苏德安时 一目光呆滞 表情麻木 反应迟钝 肢体僵直 面无血色 身体变得极度虚弱 惨不忍睹 八天后 于6月10日晨 苏刚因心力衰竭而离开人间 郭敏 女38岁 湖北省黄岗市西水县国税局 喜马镇分局职工 2000年3月 在杭州火车站被搜查携带有法轮功书籍 而被杭州公安局非法扣押 20多天后 西水县国税局工会主席汤元红 来杭州将郭敏接回湖北 并直接将郭敏送进黄岗市康泰精神病医院 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进行药物 精神璀璨 两年多后 汤元红 优惑同时任局长的汤元明 于2002年 将郭敏转押至西水县精神病医院关押 这一关就是八年 由于长期被强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致使郭敏必经六年之久 肚子肿胀如十月怀胎 2011年农历7月初五 被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11年之久的郭敏 在孤独中含冤离世 2016年7月2日或4日 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派出所 四个警察突然闯入法轮功学员全武周家非法抄家 全武周被劫到秦皇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 每天都要遭受被打毒针 比他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电击等酷刑折磨迫汗 去看他的亲友仅十几天没见 明显地感到他的记忆力已经减退 两眼发呆 问他许多事情他根本想不起来 亲友相见伤心的直哭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朱维英女士 六十多岁 眉山饭店副总经理 1999年12月被警察强制送入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迫汗 朱维英根本无精神病史 中共开出不住院的条件是放弃修炼法轮功 朱维英在合肥第四人民医院被迫害六十多天 期间他被强迫大量服用不明药物 服药后 朱维英嘴唇发抖 站立不稳 全身浮肿 脸色蜡黄 精神呆滞 行动缓慢 大脑反应迟钝 后来他拒绝服药 主治医生就强行给他打电针或打针 打完后他躺在地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邵世祥男六十岁甘肃白银市白银公司腐化盐厂法轮功学院 2012年2月初 邵世祥在兰州大沙坪监狱门外讲真相 被当局绑架到白银公司职工医院精神科 强行打了八针毒针 致使邵世祥神志不清 不能说话 2月份送回家时 人已昏迷不醒 不能动弹 2月22日凌晨含冤去世 第二迫害一直持续至今 这类悲惨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百姓身边 并且一直持续发生 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多年的迫害庆祝难输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手法也被扩展 运用到普通民众身上 2022年2月25日 安徽省金寨县法轮功学员胡宏美 女75岁未婚 被强行关押到白云医院 精神病医院迫害八个多月 每月抽血一次 胡拒绝吃药 护士就出面强行扭打胡的脖子 甚至用绳子绑上 胡的头上脸上都被护士扭打的皮肤溃烂 医院里九人一个房间 包括维权人士 管理基本是监狱模式 不给吃饱饭 2022年6月16日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陈俊 田化珍 李春莲 邱永之 张乔恶被警察绑架 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关看守所 陈俊 李春莲 被送到武汉市 万计精神病医院迫害 7月底 李姓警察给陈俊和李春莲 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但不放人 10月初 家属探望李春莲 发现李春莲被迫害的已经不认识家人 人肯消瘦 家属强烈要求精神病院放人 精神病院推给纸房派出所 派出所离姓警察说 再过一周 两会结束后就放人 2021年8月26日 陕西省宝鸡市原宝平路五星村法轮功学员张彩霞 在他上班的卫宾医院被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到市精神病医院 王家牙 挂牌名叫康复中心 强迫写三书转话才放人 他丈夫去要人 又威胁他丈夫让其写三书 否则把他丈夫也要抓走 第三 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 据明慧网2001年6月8日报道 徐州虽宁县法轮功学员 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三个多月期间 被强行绑在床上打针灌药 人立刻就昏了过去 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才慢慢的醒过来 再把绳子松开 药物的作用发作时 学员撕心裂肺的疼痛 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惨叫 猛烈的撞墙 那些所谓的义务人员说 用这些药 你们不会死的 只是很痛苦 如果你们说不练法轮功了 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 你们自己千万不能跑出医院去 我们不给你们逐渐停药 人会疯掉和死掉的 即使跑出去 别人也会把你们当成疯子 再送进疯人院的 药性反应起来 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非常可怕 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用药量太大 又没有逐渐停药 警察就把他们送到巨东女子老教所 药性反应太强 因为学员一下子疯掉了一样 痛苦的在地上摔打 滚爬 日夜不停地狂奔 两个人架都架不住 浑身剧烈颤抖 头往下塞 双目失神呆滞无光 日夜狂躁 不能睡眠 痛苦难忍 用身 头撞墙欲死 真是痛苦的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另一位学员浑身抽搐 缩成一团 不能站立行走 别人就把他架出 架进 夜深时 烧心难熬 口吐血没 几位学员痛苦挣扎煎熬 近50天才逐渐消退 就这种严重失常状态 巨东所曾送一位法轮功学员 到镇江市医院 做精神司法鉴定 由寄回的鉴定书证明 七脑神经正常 严重失常状态 却属于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 以上只是突破重重封锁 传出的迫害惨案的冰山一角 更多真相将随之中共解体 而全面恭祝天下 结语 中华五千年文明远远流长 人们敬天众德 谦虚礼上 诚实善良 仁义理智信的传统美德 让人长存于天地之间 而希莱玛丽写说 侵蚀中华大帝后 用欺骗和暴力手段 让人们在战力中屈服 放弃做人的原则 当坚持真善人信仰 坚持讲真话的人 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 强迫放弃信仰 或下令药物试验与投赌残害 那些警察和医护人员 却乐在其中 这是正常的社会吗 当整体社会 对善恶好坏都不去分辨了 社会道德也就崩溃了 神就认为人类已经不配当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 中共在独死天堂路 打开地狱门 在人类历史的最后关头 复苏善良本性 回归传统 这是中华同胞 在给子孙后世 留下一个正常 健康 安全的世界 下面请听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彭勋因为修炼法轮功 传播法轮功真相 2020年7月被中共绑架 王判五年入狱 2022年12月2日 在乐山加州监狱被迫害致死 年仅30岁 据悉 他母亲目前正在试图套要说法 知情人说 监狱把他活活打死了 彭勋的遗体上留下了各种伤痕 全身上下都有被电击 捆绑 殴打的痕迹 且出现了失禁 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院屈星 2023年2月15号下午1点半 在高新区法院刑事第三法庭 被非法庭审 屈星辩护权被剥夺 亲友旁听权被剥夺 下午4点左右 被枉法判决8年 屈星今年34岁 2021年6月8号 在他租住房屋楼下 被成都肖家河派出所一帮警察绑架 并被非法吵架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培高老人 原本于2023年1月初结束四年冤狱 然而却在即将出狱的前几天 于2023年1月4日 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突然离世 中年86岁 据之前出狱的狱有回忆 李培高老人的身体状况意志良好 对老人突然离世感到错愕 质疑 海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玉 去年2月24号 结束了海龙江女子监狱 五年冤狱折磨 当时她瘦的皮包骨 牙齿快掉光 回家后五个多月 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官某某 及和平街社区主任又骚扰迫害 致使张春玉有家不能回 今年1月31号 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玉不幸离世 享年69岁 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赵丽女士 2022年7月12日 在家中被大庆市林店公安局警察 非法抄家绑架 关押构陷 2022年12月1日 她在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 被非法开庭 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 照例以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 广州珠海市七巡法轮功学员 余爱华女士 被绑架构陷 去年12月21号 被珠海市香州区法院 非法判刑五年半 并被勒索一万元 这是余爱华第三次 被非法判刑 她12月30号上诉到 珠海市中级法院 湖北京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 2021年12月2日 才结束五年冤狱 如今被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柳德玉今年67岁 原市京门市卫生防疫站干部 曾多次被绑架 非法关押 非法劳教 判刑 累计被关押迫害 长达12年之久 2022年7月8日 柳德玉在街头 给百姓讲真相时 被东宝区全口派出所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京门看守所 辽宁沈阳市 康平县法轮功学员杨国宏 被非法判刑三年两个月 被勒索罚款两万元 妻子白贵妇 被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 被勒索罚款一万元 夫妻俩这次遭迫害情况待查 杨国宏、白贵妇夫妇二人 多次受到当地公安局 和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和刑讯 无端被绑架、拘留、牢教 非法判刑 湖南长沙市25岁的 青年法轮功学员孙玉山 2022年1月20日 北长沙市清水塘派出所 非法抄家、绑架 2022年6月7日 被构限至刘阳市法院 2023年2月15日 他被非法开庭 网判三年半 勒索一万多罚金 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高吉寅 长期遭到中共人员的监控、骚扰、抄家 曾被绑架、判刑、酷刑折磨 于去年12月29号 韩渊丽氏 中年50岁 今年1月30号 警察还打电话追问他 在不在家 山东贺泽市巨野宪法轮功学员张静 遭受中共不法人员多年迫害 2019年9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于2023年2月2日 谈冤离世 中年66岁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